三 二 一 两个的快乐 一个叫陈龙 一个叫陈岗生 哎呀 哭了 我说我要尝试 不同的角色 因为我知道 作为一个动作演员 生命力很短的 当某个年龄到了 我这种年龄 你打不动 你打不动 你又演不了 那你就被淘汰了 我很年轻的做导演 Go on the rolling OK Go on the rolling Change a million Do on the action 我要给人家知道 不单只是一个动作演员 我会做导演 当后面找不到好的剧本 我要自己写剧本 当摄影师不懂我的节奏 我自己要做cameraman 就是我在电影圈 电影的生活环境里面 已经生活了六十几年 到某个年龄之后 你就发觉 我以后怎么办 我要先变 不要让观众感觉 哎呀他不能打不堪 哦原来成龙是个演员 会打而已 以前是一个会打的演员 我现在不是 我现在是个演员 会打而已 嗯 我只是会打 我唯一最尊重的 就是我的职业 我的职业 我的电影一定要拍好 不管我怎么做 只要我一开工我就拼命 只要我一拍到这个镜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可以活了我的命 去把这个镜头去完成它 不管这部戏多困难 我一定要把它拍得最好 你看我早上断脚 下午就开工了 现场断手现场开工 单手我都打 我鼻子断了 拉背 我都自己这样子打 警察故事跳灯 最后真的是像死刑台一样 我认为我会死 我自己 我跟我那个红克安讲 我点头你开机 我在上面整个晚上 不敢下来 我也是个普通人 导演问过我 你那个时候断脚疼不疼 我说我忘了 真的是忘了疼不疼 当然是疼 但那种疼法你已经忘掉了 现场你看断过鼻子 断过手 断过脚 如果你常把这个疼 记住 你很多动作不敢做 我们 受伤完了就完了 如果有一部电影拍出来的可能有用 没有用 我也尽到我做一个中国人 做一个文化大使 一个责任 我拍 拍一部戏很难的 受不受欢迎也不知道的 你拍完之后 你可以翻查那个历史 我说我希望拍完这部戏 有人把头装回来 我就成功了 你看 回来两个头 我可以为了电影做任何事情 但是慢慢我很幸运的就是 电影 因为我的用功 努力拍电影 电影令了我成名 成名了之后 令到我走向世界 令我走向世界之后 令我的眼界开阔了 原来世界这么大 我是这么渺小 还有四个月 我七十岁还能再拍电影 未来还有将近十部电影在等我拍 所以就很幸运就是我自己 已经走到观众认同我是个演员 回答 但是我要自己知道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我要做一些更普通的事情 有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 我一走出这个门 我要把成龙这个位置做好的 让更多人受益 让更多人开心 有更多 帮到更多的人 这就是 我对我自己的了解 这个是今年国际训练营 来我们这边训练的 不同国 这个加拿大的 这个US 这个荷兰 这个荷兰 我们是全球唯一 成家班 十个世界武航工会的会员 HONOR会员 很能静的 这是我成立的 我用了二十年 中国太大了 我用了二十年才成立 因为我自己武航出身 我很注重武航 来这边 这些是你们的衣服打烂做的 摆在那边 你随时可以拿来有用 你就丢了多可惜 快递的胶带 然后我们也留着 也用起来 你到时候拿来沾毛 反正你把一个用尽它 给你看我的房间 可以 我没有什么秘密的 过来 洗澡之前 我拿一个 把这个盖子打开 水 摆在下面 差不多热了 关掉 你看这样子 你看是有多少 这个是洗完澡擦耳朵的 拿来干什么呢 地下有水了 你看这个 就拿来擦 这个肥皂 讲你的不幸 在沙特拿回来的 完了 我拿东西一包 走了 全世界 就你不要到一个地方 就开一个肥皂 你看 多少水 对 洗澡 对 我们这么多宿舍 每一个人倒一点 就是几天就一桶了 拿下去就是洗车 浇花 你好过就是直接丢掉 有时候 我讲了太多人家 哇 你 坐坐吧 真的以为我是坐坐 这张 李灵 李灵 对 太早了 他刚刚拿完冠军 我就认识他了 直到潮流 你 我这种打扫 你想怎么样 东西 好 好 中国的那么强大 是你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你把你的访问做好 你把他摄影做好 你把 饭吃好 你把他们管理好 我把电影做好 李灵灵把歌唱好 是每一个人的成功 在党的领导之下 就把我们中国的强大是这么来的